好了各位朋友 今天是禮拜一 濱江市場這邊 修飾 我今天比較晚出門 因為家裡有點事 現在是11點21分 其實晚了 21分鐘後 也沒關係啦 今天反正就剩下12趟 剩下12趟就把這個 第一標趟獎就零到 所以我今天就 可以順順地跑 前兩天我是覺得 系統有稍微正常 給單比較正常一點 不知道今天是系統又 固態負民 就又開始給單變得不是很正常 如果我覺得這種事情本來就很難講 單來了喔 等一下我看一下 兩單4.5公里 看一下最後一單往那邊走 往爸的路那邊走 他真的可以接 各位朋友 我一口氣接到兩單 那我去取餐啦 各位朋友 今天出事不利啊 我才送了兩單 那我就被一個熊貓撞 我在小巨蛋前面那邊 熊貓闖紅燈 紅燈右轉 其實我說真的啊 就是 你要紅燈右轉 你至少左右都看一下 只看左邊不看右邊 然後就把我撞下去 現在我的車子就 當下 當下我看一下 那個車體 整體剛性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後來 就 然後我就趕快去送 因為我想說 我手上那一單趕快把它弄掉 結果後來 騎了一段路後 然後前輪開始叽叽叫 後輪 後輪好像沒有什麼事情 後輪 後輪就沒什麼事情 只是我的剎車比較緊 所以他一下就抓死了 這實在是 其實本來應該會更嚴重 但是我就看他轉過來 完完全全就是 眼睜睜的看他撞到我 然後我還剎車 我是停下來被他撞到 不然我就摔出去 摔出去會更糟糕 所以我等於是站著 被他撞到之後 然後 然後就是 車身稍微有點傾斜 然後我還 就是 硬撐著把車子這樣撐住 沒有讓車子倒下去 不然我那個大包裡面 內餐就毀了 還好沒事這樣子 然後 其實我講真的 人 人都會犯錯 但是你犯錯的時候 麻煩你先看一下 麻煩真的 照著放亮一點 眼睛放光一點 像我剛剛被那個熊貓撞到 他就完全全是 眼睛不知道在看哪邊 我就看他這個 哇 就是要這樣撞過來 結果他往左邊看 不往右邊看 他就這樣撞到我 我現在也是找不到人了 因為已經過一段時間了 人也跑了 因為我剛剛有講啦 反正我就是看 車子看起來沒有什麼大礙 也沒斷掉什麼東西 結果後來現在確定了 我懷疑前輪的培令是斷掉了 現在前輪騎起來 然後我現在在腳踏車店 就要休息中 啊 昏倒 那我現在我要把他硬騎回40 那個馬修腳踏車店去修 我是覺得 是 有點硬啊 這樣 我剛剛也在那碰到另外一個夥伴 也是腳踏車夥伴 然後他是 摘到釘子破胎 這樣子 哎呀 真的是 今天出師不利 那我中午 其實我這樣 我要再送其實也蠻危險的 沒辦法 我 我要趕快把腳踏車弄好 晚上再說吧 晚上再繼續撐實踏 各位朋友 車子搞定了 原來剛剛我在那邊等那間 檢安車 他們不是休息中 是那個牌子被吹成休息中 因為我剛剛實在忍不住 我想說 我要這樣騎回40去修 哇 這不得了 可能會把車騎壞掉 所以我就進去問 結果他們說 他們沒有我 他們不是休息中 然後趕快請師傅 就是幫我弄好 所以我現在車子是處理好 你知道 剛剛撞下 那個 輪框是稍微有一點點小歪 這樣子 但是 那個師傅講說 還好 就是稍微調整一下 就回來了這樣 那 哎呦 這個是另外一位夥伴的 人力自行車 所以我想說 既然修好了 才12點35分 那我加減再接個三單好了 哈哈哈哈 希望 應該講說加減再接個幾單 然後 那個接越多單是越好 好啦 廢話不多說 然後 我先在這邊等一下 各位朋友 剛剛 在那個 那是哪裡啊 南京復興這邊 接到一單 然後往這邊 這個是送山機場這邊送 這單蠻遠的 3.3公里 不過沒辦法 因為我就覺得單 今天就是出事不利嘛 才準備要送的第二單 就 就被撞 那 浪費了一點修車 不是一點修車 浪費半個小時的修車時間 講老實話 那也沒辦法啦 本來還在想 今天出門還在想 哇賽 我要是今天順利的話 中午就給他跑出12趟 晚上不用跑 完全是 有時候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夢想跟現實 距離還是有點差距 哈哈哈哈 真是沒辦法 還是要講一下 你各位朋友 你們要紅燈右轉 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 我知道有些人很趕 很急 然後看到紅燈 你也給他右轉 想要搶著去送下一單 麻煩 拜託真的要看一下 左右都看一下 今天 今天這個熊貓 撞到我 那還好他只撞到我腳踏車 然後我也沒什麼事 然後腳踏車 剛好去腳踏車店去調整一下 就好了 也才花個200塊而已 不然真的 你送一單也才多少錢 何必這樣趕 有時候我看到一些 這個熊貓都在路上飛 真是莫名其妙 唉 而且喔 下一次萬一你撞到的是人 哇 那賠不完了 真的拜託 各位這個 司機夥伴 你們油門鬆一下 油門不要 油門不要踩得那麼緊 現在是12.59塊 也快一點了 我才三趟 我是打算到前面去 到前面去看看有沒有單 今天就這樣 好啦 先過馬路 各位朋友 目前人在巴德路跟東話南路交界處 這個巷子裡面 剛剛送了第七單過來 沒錯 送了七趟 其實以這樣的單量來看 我認為今天中午大家應該單都不錯 而且單量會不正常 為什麼 因為我都跑去修車半個小時 然後我都還可以跑七趟 那我相信這個半個小時 要是我沒有去修車半個小時跑 應該早就超過十趟 好啦 我要去取天人名茶 天人名茶 OK 好啦各位朋友 沒有 我剛把五杯那個什麼東西啊 我忘掉 反正那個茶 把他送到SoCo這邊來 然後在SoCo這邊又接到一單這個Subway 也是送到旁邊 送了那個靜靜的 這邊過不去 我要從另外一邊過去 這邊要在修馬路 廢話不多說 先去送Subway 好啦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大安路一段 跟宗教中路交叉過巷子裡面 那邊是頂好哨子麵 很好吃直接麵很好吃 OK好 不是重點 現在2點16分 我剛把手中第10單送掉了 在旁邊而已 那還差兩單 還差兩單 我就可以領檔獎了 那我現在打算在這邊再等一下 不知道這個系統會不會就是 可憐我 再丟個兩單讓我去跑 這樣我晚上就不用出來了 那麼 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說 今天的單量應該是恢復正常了 這個午餐單真的是蠻多的 因為我半個小時沒有跑 而且我剛還忘記補充 我去修車的時候 我還鋸掉了6單喔 為什麼是6單 因為它是夾單 這三個都夾單 然後都是2單 所以是6單 我還鋸掉了6單 因為我要去修車 所以我認為今天單量真的是還蠻不錯 這樣 那我現在反正就差兩趟 就在這單路這邊等一下 今天也就晚點回去 我打算跟他拼個兩趟我就回家 不過我是打算等到兩點半 兩點半實在是真的是沒有單 那就算了 我就放棄了 好了各位朋友 我又回到這個東區地下街的出口14 我剛接了一單規記 去把它送掉之後呢 那就還剩下一單 各位朋友 就最後一單了 只要再送一單 我就可以拿到燙槳 我就可以滾回家 現在就是在等這個 這個系統 再施捨一單給我 嘿嘿嘿嘿 我現在在這邊 在這邊等 大安路一段這邊等 希望來了來了 各位朋友 哇塞 1.8公里 讚喔 趕快接一接 老友記周面 老朋友 就在那裡面 趕快去 最後一單太爽了 好了各位朋友 我已經完成12趟了 哇哈哈 今天這個午餐這個系統 這個單量 我認為是正常 是跟之前一樣正常 這樣子 所以現在都已經2點50分 快3點了 我還可以 接到單 並且完成 完成這個 我今天要達成這12趟 真的是 不錯不錯 好 那麼我今天晚上就 在家休息 回家這個 回家補眠 因為其實這個 這個 腸胃炎還沒好 OK 應該要先去吃飯 我還沒有吃中飯 應該先去熟悉的地方 找東西吃 這附近我不熟 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滾啦 明天繼續